所以陈云林他们一行等多人 来到台湾之后整个的路线就相当之重要 要怎么样来面对 因为陈云林下榻的是在原山饭店 出入都只靠一条车道 为了避免出入被呛瞎的民众给堵住 警政署规划了一套直升机的脱离方案 当然之前警政署有所否认 可是他们在现场有做准备 以备不时之需 平常负责救援的空情总队直升机 现在多了一项政治任务 要在陈云林来台时投入外安工作 通话没有我们可以了解的 原山饭店的出入口 不管是出还是进通通 只有一条路 为了预防到时候陈云林来台湾的时候 有民众堵住这条路 不让陈云林能够出入呢 其实警政署也已经拟好了 万全的直升机脱离计划 通往原山饭店的车道只有一条 出入都得靠它 只要被堵死 陈云林想离开原山饭店 只能从空中想办法 因此在陈云林外安计划当中 警政署规划了一套直升机脱离备案 可能派出空警总队 EH-1H直升机 在原山饭店的停机坪待命 遇到状况时 马上起飞往恒山指挥所方向前进 预计将降落在恒山指挥所山上的直升机停机坪 有专家细程 这样的计划 只比总统撤退的万军计划 过一集 保护陈云林团员的安全 用到直升机 那是最最后的预备方案 我想保护它安全以目前国安局过去的经验 跟计划我觉得绰绰有余 直升机撤离计划 非到必要 绝不使用 空中脱离 一切OK 地面上如果有人想到原山饭店 向陈云林呛下 警政署也有反制行动 海协会长陈云林现在确定下榻 原山饭店 而是目前警政署也已经做好相关的维安规划 到时所有通往原山饭店的登山步道 都将由维安人员进行管制 原山饭店附近有好几条登山步道 到时候很有可能出现三部一缸 五部一哨的部署 想进入饭店区都必须接受盘查 不让陈云林安全受到任何危险 警政署力求维安 滴水不漏 终究这些绿桥 台湖报道